有史以来年纪最小的世界级霹雳舞冠军林里娜 与街舞爱好者以舞交流 以行动大力支持街舞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我今天来这个活动能跟很多跳舞的朋友一起跳舞就很开心 街舞运动委员会成立现场热闹非凡 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姿伟都亲临现场 表达对街舞运动的大力支持与祈祈 我们会致力维护它的环境整节 下个周末也有好的街舞比赛就在二楼 总之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来到基隆来来到这个空间 我们未来也预计可以把它延长 但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响应 今天要谢谢体育会郑景州理事长 特别来成立这个街舞的一个单项委员会 非常不容易 我想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让年轻人在基隆市的社会各界有发挥的空间 那我也要特别代表基隆市议会来 谢谢基隆市政府 把过去长期市民诟病的一些环境脏乱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变成一个这个街舞的一个表演空间 我想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即便刮风下雨的日子里 也有空间可以来交流 那我们会代表基隆市议会全力来支持青年朋友的各项活动 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州向府会的大力支持表达感谢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培养运动习惯 让身心越来越健康 也谢谢市长跟议长大力支持我们这个街舞运动维吾的诚意 市长也很用心到下个月五月市到全国五一展演 有七天多个人在基隆举办 他把街舞列入为表演的项目 三十几年全世界都会 第一次把街舞列为我们的表演的项目 可见市长对年轻人的用心 我们非常谢谢市长 希望我们从三四十个街舞的年轻人开始 以后能越来越多 让年轻人都来运动身体会健康 就是追求健康 街舞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象征青春活力在城市中绽放 很高兴市长跟议员 还有议长先人前来这里支持 市长也帮我们做了很好的空间 我们也希望说把基隆的年轻人留在基隆 好好推广街舞的生态 未来可能说建立校队 或是奥运之类的项目 把他接过来基隆 接下来的话 办常态性或者是周期性的一些推广街舞 或者是嘻哈文化的活动 对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禅发处四月二十将在火车站南站二楼广场 举办街舞大赛 报名情况超乎预期 教育处指出未来将持续推广各类运动项目 为基隆孩子们提供更多元的舞台 发挥无限的潜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